就是為什麼一回國 怎麼全國的人都在找我 十二號立院反年改覆議案表決 國民黨立委盧憲一 人在中國卻被投票 隔三天現身自嘲是盧生們事件 究竟是誰替他按下關鍵一票 事實上立委表決關卡多 議事人員必須確定本人在場 才能發表決卡 委員也得按下出席鍵才能投票 誰帶頭至今 沒人自首 盧憲一座位的周遭 也都是新科立委 坐正前方的葉元之表示只投自己 正後方的羅廷偉說 投完都在最前排 右手邊廖先祥則是說不方便回應 打傻的不斷的倒數在呼籲大家打給盧憲一 表決當下欄尾全場斜巡盧憲一 有人事後緩家都是張太相惹的貨 但對比丁學忠圖拳擊三人 即便戴上口罩眉心眼睛也有明顯差異 羅憲英以膚色比喻 張相還是頗有差異 冒名投票涉及位造文書 最重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律師呂秋遠也直言赤裸裸 偽造文書相當嚴重 民進黨團發函要韓院長徹查 畢竟人在中國還能在立院投票 堪稱國會史上投一遭 三日新聞 李凱中文宣 TAP報導